9月6日在上海热红天地月亮湾 天地世界音乐节宣布正式起幕 著名音乐家李全惊喜现身助阵 当天李全身穿蓝色衬衣搭马甲 显得年轻帅气十分干练 不知道李全老师这次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音乐呢 李全坦言说这次表演方式跟以往都不同 会加入新的元素在里边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歌还是那些歌 因为在上面没有表演新歌 还是之前上面那些歌 但是表演的形式 编曲的一些方式 因为是我们的天地世界音乐节 所以可以带来一些世界音乐元素 民族音乐的一些元素在此 天地世界音乐节已经做了十年了 这次将会再次刷新记录 以历年最强阵容最大规模 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 李全自爆世界音乐这个部分想做很久了 并希望把世界音乐可以做成唱片 我刚刚说了 其实现在每一种音乐的类型 对我个人来讲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只是说 我下面想要去把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做出来 那其实世界音乐这一个部分呢 想做已经很久了 是 这次跟光磊的这个合作呢 应该说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都是想做很久的一个音乐 他的世界音乐节其实已经做了十年 那我在十年前呢 也是第一次去 内门 做大规模的一个采风 想要去做世界音乐的唱片 但是我没有做成功 我希望这次 一定成了 在我们这次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真正的好的 把世界音乐可以做成唱片 对 对